加上他的工作表名稱 比如說我今天要call到這個工作表的 哪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C3一直到C6 那我就怎麼樣 在這個C3到C6前面 加上他的續成名稱 這樣子他就可以把資料傳過去了 接下來的話 回圈就不要往下跑了 因為只會找到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跳離回圈的話 會有一個叫Is this for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好像蠻抽象的 做完之後的話 我demo 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在這邊開發人裡面 假設做完類似像這樣 就是會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不過這個好像還沒寫 程式的話 印象中好像寫 不過可能在這裡 這一段Ctrl C 這邊的話就查詢這一段 然後Ctrl V 記得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這個放進 放過來 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叫查詢 那我們做法是這樣 就是 假設我今天指定 我今天選了一個 選了一個Bio 005 那我希望按下查詢之後 他自動幫我把其他的資料 帶過來的話 那我按一下他 OK 那這裡的話特別注意 可能比較容易發生錯誤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名稱的問題 查詢介面 VBA有沒有 那這邊注意 這邊你看到 你以為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個有時候因為2007、2010 版本不同 你會發現 這邊 最好的方法是 你把它Ctrl C 取消一下 再切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這邊查詢有沒有 貼上一下 你會發現 有一個空格 對 很奇怪 反而 我不知道有時候 版本的切換 有時候 2007他沒有空格 2010他就幫你多一個空格 那一個空格 跟沒有空格 對於VBA來說就是不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 最好是如果你卡在這一行的話 你就記得 再幫他加一個空格 那如果你覺得空格不方便 那要不你就算 第幾個也可以 這個地方的話你就算 12345 那你可以把它輸入5也可以 只是說 這個位置你也不能調動 不然以後你換個位置 或者前面要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位置不對 那也會產生錯誤 所以好像比較保險的做法 還是用名稱比較保險 好 那我們直接講講把它執行過 你會發現資料 他就會 都幫我把它摳過 這邊還少一個 最後再把它切回來 切回這個工作表 那我們做法就是 名稱 沒有雙1號 OK 所以大家已經都熟了 反而 所以有的時候要 要定下來之後 才有辦法做完全正確 OK 這邊又少一個 查詢 喔 對 所以 好 應該沒錯了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做完的話 過來了 OK 資料就過來了 但是呢 如果把它刪除 沒有資料 應該要把它控下來才對 好 那不過 同學會學說 欸 老師 那這樣有點怪怪的 你選了之後 按查詢 好像有點 太麻煩了 是不是應該怎麼樣 應該如果這邊有變動的話 那就執行這個按鈕的 這個程序才對 所以這個是下個階段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要判斷 在Excel裡面的某一個儲存格 有變動的話 它會觸發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 就是叫 Worksheets的Change 如果Worksheets裡面 有一個工作法 Change了 那就直接觸發這個按鈕事件的話 該如何撰寫 這個是下一個階段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按下查詢 程序大概會哪一些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 應該不太複雜 前面都有寫過 我把字放大一下好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怎麼樣 這個也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我第一個 會先把我們C2的值怎麼樣 先丟給一個X 先讓它先存放 所以會把003先放在X裡面 那再來做什麼 切到這個Lookup這個工作表 所以寫的方法就是 前面講過 去次Lookup.slater 再切過來了 所以我撰寫的方法 其實是直覺的 就是順便把它切過來 再來這邊寫 再來寫什麼 for i等於3到10 有沒有 如果A欄的編號 跟X相同的話 then怎麼樣呢 把003後面這些東西 call到前面去 call到前面喔 寫法怎麼寫 就在這裡 所以以後你不用死背 我這些東西 就給各位當範本 反正以後你有類似的工作需求 比如說你需要把某一個工作表裡面的東西 call到另外工作表的話 那就是這個 這個 比如說無丹雅對不對 要call到前面的C3 特別注意喔 欸你想後面 欸老師後面為什麼他沒有去次 因為他已經切過來了 只要有slate對不對 他就代表說他現在是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他前面就不需要加任何的工作 因為反正就是在我家了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已經在台北市了 我就不要說我在台北市了 我就在頂多是什麼 我們這是中正區嘛 對不對 等等的 好 那可是另外一個地方 他必須加上什麼 工作表名稱 點 Range C3 他就知道把它call過去 所以呢就把這個東西 call到前面工作表的C3 這個call到C4 call到C5 call到C6 所以他一個一個call OK應該知道這意思吧 然後最後的話呢 會多一個敘述 是這個call 當然這一行 你不加也是可以 不過如果你加了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找到一筆 那找到之後 不可能會有第二筆了 所以你那個call回圈 他就一直找 比如說他已經找到第三了 第三找到之後的話 他就不要往下找 那會加一個敘述 就一次call意思說 我就直接跳離回圈了 就跳到這一行了 就不要往下找了嘛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切回到原來的工作表 原來工作表的話呢 那就是這個工作表 就是查詢界面VBA.select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呢我今天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 選了他之後 005 他就一直往下找 先把005丟到X 然後比對一下 有找到之後 就把其他欄帶過來 有沒有 但是會有個閃動的感覺 當然你那個閃動 如果你不要閃動的話 你可以把閃動關掉 應該還記得 我好像有講過閃動關掉 一個application 點 screen updating 前面有講過 把它等於false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話呢 順便講一下說 可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我選了他之後 他就直接執行按鈕 那我就不用再去執行的話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呢 當然OK 以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判斷說 某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C2這個儲存格 如果有變動的話 那我就去執行按鈕 這個方法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你用在很多地方 上面也都合用 之前就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如果我哪一個儲存格 裡面的值變更 那我就要去觸發 去執行 某一個程式 也許是一個下拉清單 像之前好像有個範例 有個同學是說 他那個報表希望活的 有個下拉清單 下拉之後的話 切到哪個報表 自動就跳到哪個報表去的話 或者是就自動帶出那個報表的結果 過來的話 第一個你需要知道 就是說下拉清單怎麼做 這剛剛有講過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裡面的值變更的話 那你就必須去執行另外一個程序 那方法怎麼做 我特別覺得 一請記住 在那個VBA的旁邊 專案底下這邊有沒有 這邊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只要你有新增工作表 它就會產生對應的一個什麼 對應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不是裝飾的喔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喔 你看到 比如說我們是哪一個工作表 查詢界面VBA 所以你找到查詢界面VBA這個 把它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叫做Worksheets 特別是要Worksheets 點它一下 也是這個工作表 這個物件 它預設的事件 叫Selection Change 特別注意 請你把它改成Change 因為Selection Change 是你的選舉範圍改變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有改變的話 記得喔 事件名稱把它改成Change 那所謂的事件喔 這個在那個 城市開發裡面用的蠻多 叫做事件驅動 所謂的事件就是說 你當什麼事情發生啦 比如說像有時候設計師 Clicker 事件發生的時候做什麼事 那我們是Change 所以記得喔 把這邊改成什麼 Change 然後把這個刪掉一下 那我們什麼事件呢 就是當這個工作表的C2改變 怎麼知道是C2 它會傳給你一個叫Target物件 Target物件 as Range 就是告訴你說哪一個工作表改變 所以你可以寫一個if if什麼呢 target target.address 點下去 target這個 它實際上是一個range 裡面會有一個address address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它會告訴你 那但是如果說呢 裡面呢是C2的話怎麼表示 其實喔 兩種表示方法 一個叫range 比如說我今天要判斷是不是C2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寫 C2 後面一樣點的嗎 點A就是 這個是方法1 你可以用 如果等於這個工作表的話 但是方法2 我覺得這個方法太長了 後來我方 我覺得第二種方法比較簡單 雙引號 這樣子 這樣子 OK 好 then 第二種方法 end if 那剛剛那種方法是用range 那第二種方法你可以直接寫一個字